如何尊重他人的身体自主权 还有如何保护自己 因为当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有权利说不这件事情 你要如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那我有在思考这件事是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那我认为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如何尊重他人的身体自主权 还有如何保护自己 因为当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有权利说不这件事情 你要如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还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事情发生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勇敢地告诉你身旁的人 那如果你不敢告诉你身旁的人 或者是你亲近的人的时候 那就打113 那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 就是对人要有善意 还有同理心 那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 关心身旁的人 然后对他们多一点爱 那我觉得这个世界 会变得很不一样 那最近那个 迷途风波啊 亚伦有最近有关心他吗 最近没有耶 因为我觉得 也不好去说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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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